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這一節想和大家說一下這個非常支持景的KOL 玻璃珠 他曾經擔任過一些飲食節目 過去多次都發表一些支持景的言論 還有最有名的就是去年2月和當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等紀律部隊的高層和在神禧和明星足球隊進行友誼賽 事後出席一個晚宴 宴會片流出 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因為疫情 玻璃珠當時說為抗疫也要吃飯 還有他說過 藝人有八九成都是男的 雖然他的言論比較出位一點 但他八九成是男的這件事也錯不完 有多少真是黃的藝人 老實說 他出位言行就不想說太多了 其實之前他有一件事是 在彎仔開車就碰到男徒人 之後就拒絕配合警員的要求進行這個吹波仔 所以被控一項不小心駕駛和拒絕提供呼氣樣本罪 他早前就承認了這兩條罪 今早早就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了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和罰款2000元 而且需要停牌兩年和自費完成駕駛改進課請 這位被告朱婷圈今天穿著一條白色小短裙 襯衫的連身裙 帶短裙全身白色 藍一條黑色彪 案情就說在今年1月28日凌晨1點 在彎仔道維麗左轉入天樂里 遇到一個54歲的菲律賓男子 令對方腰部受傷 交通警道場後 跟他吹了第一次波仔 吹量招標 帶他回警署 但要求進行第二次要舉證的呼氣測試時 他就拒絕提供這個測試樣本 控方早前透露 被告已經有三次交通刑事定罪紀錄 包括兩次不小心駕駛和一次走後駕駛 嘩 這樣還是判社會服務令 他也不是第一次停牌 之前的不小心駕駛和那些穿走駕駛應該都會停牌 這些都是道路炸彈 那麼多次跟他前科 還是判他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還有我覺得很奇怪 他今年1月的時候就撞到人 嘩 這麼快排到奇異上庭 還要判了 楊明也沒那麼快 但楊明也認罪 但楊明可以玩這麼久 無論如何 這些都沒辦法深究了 這一節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cops抗ожд咦